Hello,Man Club的讀者,你們好 我是Avelyn Arm,我是一個紋身師 第一個紋身是13歲的時候 當時是反叛旗 身邊又有很多壞朋友 帶我上一家紋身店 你不是不敢紋嗎 然後連少年輕狂被人氣一氣 我覺得怕甚麼就紋 然後就紋了第一個 第一個圖案是一個十字架 和一些驚激 但沒有上色的,真的拿著一條線 你自己喜歡這個嗎 不喜歡 當初我是因為反叛而去紋 不代表其他有紋身的人亦是反叛 看個人,每個人不同 不可以戴一個有色眼鏡 去看有紋身的人 這家紋身會變成潮流的象徵 就像當飾物一樣 可以裝飾自己身上的皮膚 他們會覺得圖也很漂亮 自己有喜歡,就放上身上 會不會放進去 不要取出色情 你不行 你可能把它做出色 xn 不是 他在水侧時沒有ank electrical 涮汗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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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 conference 我弄成1-2個小時都未完成 就是因為不敢放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歷挺有趣 我真的不喜歡問情侶名字 不要 除非你們真的拉上天窗 我可以的 祝福你們幫你們問 但如果你們純粹在拍拖的階段 就去問人家的名字 我覺得是詛咒 一問完就會不好 因為我自己比較不太喜歡有紋身的男生 就是因為我自己做這行 我平時見到很多這些紋身的男生 我就想我自己的另一輩是一個乾淨的皮膚 我自己做這件事 我自己做這件事 都會是我心命中的一部份 這個職業或這件事 因為紋身這件事給我很多 見識了很多不同的事 認識了不同的人 或者經歷了不同的事 我就會覺得紋身這件事很重要 我以為你就非常有問題 看 的是 讓你們現在 by bwd6